欢迎来到本期的猛仔讲电影 葱葱的女友嫌弃葱葱太胖而与其分手 文文也因为女友想被大老板潜规则而被分手 浩南的拜金女友则是不满浩南总是雇兄弟而忽视他提出分手 一夜间都变成单身狗的兄弟三人只能借酒消愁 之后醉酒的浩南回到家 发现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订购机器人女友的画面 一惊神志不清的浩南毫不犹豫的就为自己订购了一台 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包裹 根据说明书提示浩南将包裹取出跑在浴缸里 很快就获得了一台机器人女友001 他不仅可以当保姆当秘书 还能满足浩南所有的要求 好东西自然要和兄弟分享 浩南便介绍他的两个好兄弟也去购买机器人女友 很快文文获得了一台妖娇型机器人女友002 匆匆则获得了护驾型机器人女友003 就这样三人经常带着自己的机器人女友出门约会 但机器人毕竟是机器人 001控有亲密模式 但没有人类的感情 于是浩南开启了调教模式 从酸甜苦辣交到喜怒哀乐 一样样交给001 随着001学习人类情感的一步步升级 两人之间的小情愫也在慢慢滋长着 而另外两兄弟也开始教自己的机器人女友 体会人的感情 另一边前女友三人组在新的感情里受了座 想要重新旧爱找回自己的前男友 这天浩南的前女友在酒吧重逢浩南和001 三人玩骰子时 前女友发现磁力对001有影响 于是隔天前女友送了001一条磁铁项链 发现重机的001赶紧逃跑 找到了制造自己的博士进行修复 然而这一切都被跟踪过来的前女友看见 没过多久 前女友就召集了自己的姐妹团 逼博士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得知了机器人女友的秘密 他们还偷走了博士的新发明 待在胸口就能获得超能力的徽章 接着前女友三人组利用超能力 绑架了浩南三兄弟 和机器人女友三人组展开对决 一番混战后 浩南三兄弟挣脱捆绑 用水破坏前女友的超能力 就这样他们打败了前女友三人组 可机器人女友们也在混战中身亡 几个月后 浩南和兄弟们偶遇了和自己的机器人女友 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子们 就这样三兄弟又重新找到了幸福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也能拥有机器人女友或男友 那么你最想要做什么事呢 记得留言告诉小编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